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地理中国 我是老陈 在湖南省永顺县有这么一个小村庄 名叫小溪 小溪村 听起来多么诗情画意啊 可是最近啊 这个小溪村却出了一件恼人的事 有一群不速之客大驾光临 闹得人心惶惶 什么不速之客呢 这个小溪地处武陵山区难道是野猪 黄鼠狼 这些野兽进了村 毁了庄家 偷了鸡吗 都不是 这群不速之客呀 他不在地上 在天上 一大片 就像黑旋风遮天蔽日 还带着刺耳的叫声 让村民们是提心吊胆 而且他们是高来高去 你想逮都逮不着 那这些不明飞行物是什么呀 他们怎么会突然聚集到小溪村的上空 这会是一种什么征兆吗 一天傍晚 村民放羊回家 突然看到山中飘过一片黑云 同时还夹杂着凄厉尖锐的叫声 他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那是什么生物 黑影便迅速地消失在山林之中 回到村里 村民将在山中的所见所闻告诉了大家 这才知道 近一段时间 村里有不少人见过这样的景象 这种密集出现的生物到底是什么 村里没人说得清 有人猜测 它们也许是藏在山里的什么鸟 但更多的人不免担心 这些生物大量出现 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大家看啊 这个小溪村 地处湖南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这里属于武陵山区 和著名的张家界猛洞河相邻 不仅景色优美 动物植物资源更是十分的丰富 资料显示保护区森林的覆盖率超过了90% 林子里生活着各种珍禽益寿 有像金钱豹 云豹 白景常委制 这些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另外还有像穿山甲 大灵猫 猕猴 这些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大概也得有30多种 真是应了那句话了啊 林子大了 是什么鸟都有啊 山中生物种类如此丰富 那么飞林小溪村的这些黑影 到底是什么呢 它们的出现会不会是某种环境的变化 或者是地质灾害的前兆呢 为了揭开小溪村黑影的真相 探寻这片保护区的自然地理奥秘 地理中国设置组决定前往永顺县展开考察 永顺县位于湖南省西部 武陵山脉中段 距离省会长沙市约400千米 这里山巒起伏 溪流纵横 山环水绕的地理格局 使得当地保存着原始的自然风貌 村子里古墓参天 溪水 清澈见底 民居古建都带着土家族的传统风格和特点 设置组向村民了解神秘黑影的情况 就好像从空都画了一些扇 所以分钟来还有一种尖叫声 晚上睡到的 听到喊过后 我们经常是跪到脚 好害怕 好害怕的 由于生物太过密集 村民们并没有看清掠过上空的到底是什么 只看到它们体色有黑 体型巨大 展开的双翅将近一米 而且它们成群结队 收纵即逝 通过询问并查阅资料 这个设置组猜测 村民所说的成群结队 飞临村子上空的生物 很可能是某种昆虫或者是鸟类 您比如这个标本 这是属于凤蝶科的一种蝴蝶 翅膀张开之后 那个大一点的 差不多有我这手掌这么大了 而凤蝶它在昆虫里面算是体型比较大的了 并且在小溪村附近就有这个凤蝶的分布 小溪村上空的黑影到底是昆虫还是鸟类 又或者是其他的什么生物 而这件事啊 引起了一个人的重视 小溪村的不速之客 引起了湖南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小溪管理站原副站长鲁成桂的关注 设置组决定跟随鲁成桂深入保护区 进行一次考察 一是寻找神秘黑影的踪迹 二是确认保护区的自然环境 是否有所改变 小溪村所在地 属于我国地势第二阶梯 向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 这里丛林密布 动植物种类繁多 并不排除其中还存在 尚未被发现的动植物物种 专家说 凤蝶大多在天气晴朗 阳光充足的时候出没 在傍晚聚集的情况还未曾发现 而且蝴蝶也不会发出尖叫 因此小溪村上空所聚集的生物 鸟类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几天前 鲁承贵收集到一条线索 有人在一个洞穴中 发现了罕见的生物 这和村民所见的黑影 有没有关联呢 一行人决定到那个洞穴 去看一看 鲁承贵说 保护区里的鸟类资源 有上百种之多 这其中有哪些 是栖息在洞穴之中的 群居鸟类呢 在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发现了一种羽燕 就是这种 你看 那儿有两只 这种鸟呢 它喜欢栖息在溶洞入口的周围 或者是悬崖的下边 而且它们是群居 喜欢聚集 除了这个羽燕保护区 还有其他的羽燕木和雀形木的群居鸟类 可以说种类繁多 那么这洞穴里发现的罕见生物 以及村民们所说的大片的黑影 它们会不会就是某种穴居的鸟类呢 在专家的带领下 一星人向发现罕见生物的洞穴 急于去前进 走了大约二十分钟 向导突然发出警告 前方可能有情况 果不其然 向前走了不到二十米 草丛中一条蛇头成三角形的蛇 拦住了考察队的去路 经过一番周旋 有经验的向导 成功将蛇制服 这是什么蛇呢 别看这条蛇体型小 却极其危险 这是剧毒的五步蛇 学名叫做尖吻腹 这种蛇性情凶猛 成年蛇的体长可达一米多 它的头部可以大幅度旋转 并且排毒量大 攻击性极强 据说人一旦被这种蛇咬伤 不出五步就会毒无法身亡 因此当地百姓又叫它五步岛 好家伙 这鸟还没找到 先和毒蛇打了个照面啊 专家说了 说在保护区里 这五步蛇还不算什么呢 林子里还发现过 你像金环蛇 银环蛇 眼镜王蛇 这儿有一条 这简直就是蛇类的大官员呢 虽然在山中遇蛇 对于村民们来说呀 早已是司空见惯 不过它还是叮嘱队员 在野外千万不能以冒去蛇 并不是说呀 这个蛇小它毒就少 有科研人员就研究过 大小不同的眼镜蛇 它们的蛇毒的浓度 发现幼龄蛇与成年蛇的蛇毒 虽然所含的蛋白质的种类有所不同 但是浓度却相差不多 所以啊 在野外 真的如果遇到蛇 我劝您还是敬而远之 三十六计是走为上策 考察队在山谷里继续前行 可是突然间天上下起了雨 一分钟前是太阳 现在的缩下就下 而且越下越大 这里雨水这个滋味 雨水这个雨量充沛 大雨很快将队员浇成了落汤机 可最让队员忧心的 使大雨会不会将洞口栖息的鸟赶走了 看起来 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不仅地形复杂 而且气候多变 特别是降雨丰沛 这样的地理环境下 也应该具备生物多样性的特点 或许飞临小溪村上空的 就是某种罕见生物 可眼下雨还在下个不停 考虑到山区地质灾害多发 考察队决定暂停科考 回驻地修正 第二天 摄制组遇到了棘手大学的刘志肖教授 刘教授常年在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进行科研活动 对于村民所说的大片黑影 也十分好奇 两组人员合二为一 决定一起去寻找那个发现神秘生物的山洞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攀爬 考察队发现了位于半山腰处的洞口 这间洞口高约1.5米 宽2米左右 洞内十分昏暗 看不清里面的状况 这洞口还挺高 注意 洞内宽阔 游身湿度很大 这时 刘教授发现地面上有些湿粘的物质 你看 看看 这不是土啊 这边是土的 这个样色不一样的 这个样色比较深的 比较黑的 这种泥质物质不仅发黑 而且有一种异臭 你看 这些什么东西 你看看 这是什么的翅膀 这是蚕的翅膀 根据动物残肢等证据 刘教授推断 这些发出异臭的物质 有可能是某种动物的粪便 那么是什么样的生物生活在这山洞的深处呢 七夕在洞穴中又能飞翔 您肯定首先想到蝙蝠 可是村民们说了 说这种神秘生物一展得有一米左右 这要是照着村民的说法 我觉得 这个生物它没有那大鹅那么大 也得有一只大公鸡那么大了 您或许就会想了 咱们平时见到的蝙蝠 你看这儿有一标本就这么大 还没有这巴掌大呢 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大的蝙蝠呢 那是您有所不知啊 实际上蝙蝠家族的大块头并不少 比如说金关飞狐 它的两翼展开以后有将近两米 站起来快有一人高了 当然这种蝙蝠的原产地 在菲律宾我国境内没有发现 说起蝙蝠啊 这是除了镊齿动物之外 地球上种类最多的哺乳动物 蝙蝠的种类呢 甚至占到了整个哺乳动物种类的五分之一左右 而我们平时所见的一般的蝙蝠 都是体型相对比较小的这一种 那么在山洞中留下粪便的生物 以及村民们看见的可怕的黑影 会不会就是蝙蝠呢 考察队继续向洞穴伸出行进 突然有黑影从队员眼前掠过 借助手电筒的光亮 只见一只小兔子大小的生物 从头顶岩壁上一闪而过 身后拖着一条比身体还长的尾巴 仔细辨认 刘教授告诉队员 这种生物学名叫做白腹巨蜀 原来就是几只大老鼠 这也不是村民们说的会飞的黑影 不过专家说了 白腹巨蜀这是一种珍稀动物 主要栖息于亚热带的山地邻区 喜欢把靠近水沟的灌丛 作为它的栖息地点 刘教授说了 说它也是第一次在山洞当中 看到这么多的白腹巨蜀 这一发现可以说是非常难得 白腹巨蜀采食植物的精和叶 有时候它也吃小昆虫 专家推测 白腹巨蜀能在如此深邃的山洞当中生活 那说明此处应该是有水源 如果有了水源 其他动物就有了在此栖居的可能性了 而小溪黑影也就有了藏在这个洞中的可能性了 当考察队来到一个高大的洞厅当中 突然前方传来了奇怪的声响 队员们一下子紧张起来 这会不会就是队员苦苦追寻的小溪怪影呢 刘教授决定用专业的捕捉工具将它捕破 顺着黑影一路寻找 耳边可以清楚地听到它发出的凄厉尖锐的叫声 当专家小心翼翼地将捕捉到的生物取出后 大家惊奇地发现 这竟然真的是一只蝙蝠 只见这只蝙蝠体型巨大 是平常所见蝙蝠的数倍 大概有56公分的样子 56厘米了 对 那是最大的蝙蝠 我们分布在详细来说 它是上最大的 刘教授告诉队员 这应该是一种大蝙蝠 它是我国本土蝙蝠类群中 体型较大的一种 主要以临翅木鹅类昆虫为食 随着考察深入 队员又在洞壁上 发现了上百只这样的大蝙蝠 经过考察分析 大蝙蝠很有可能就是村民们所说的 空中黑影 因为大蝙蝠它是群体型的 虽然多的时候可以几百只在一起 或者是几千只 它一群二一下子出来碰上铺蝠干地的 非常壮观 神秘生物终于出路端倪 可队员心中仍有疑惑 为何在小溪村附近 栖息着如此大量的大蝙蝠呢 大蝙蝠集中出现在小溪村 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一行人深入山谷展开考察 专家发现了此处地貌并不寻常 专家发现 小溪村所处的峡谷 地貌形态十分特殊 呈现出微字形 峡谷底部最宽处不足五十米 谷底狭窄 两臂陡峭 这是一种早期峡谷形态 这样特殊的形态 使谷内免受外界干扰 形成了特殊的山地小气候 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 以及恒温多余的气候条件 使这里的植被不仅种类丰富 而且十分繁茂 昆虫数量庞大 这就保证了大堤福稳定的食物来源 而众多人际罕至的洞穴 成为他们最好的庇护所 综合这些因素 大堤福在此繁衍迅速 数量越来越多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 大堤福的频繁活动 不仅对人类没有威胁 反而是友好的邻居 它们不仅捕食害虫 维护生态平衡 而且还是反映当地生态环境 有良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 专家告诉我们说 蝙蝠这是地球上进化 最为成功的动物之一 它们凭借着敏锐的声纳 既可以有效地躲避危险 又能高效地捕食猎物 而蝙蝠特有的长寿基因 也是当今生物科学研究的重点之一 尤其是作为良好生物链中的 重要一环 蝙蝠对于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 以及环境保护 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蝙蝠这些暗夜中的精灵 堪称是小溪村最佳的友邻 值得人们去持续地关注和保护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地理中国 我是老陈 下次节目我们再会